法会结束后看到师父依依不舍得和同修们握手告别 我们真的不舍得师父去 师父也不舍得和我们翻开 师父您是如何调节人间的这犯太别离的呢 很简单了 这个要靠自己的一种佛性 因为知道人间一切都是空的 所以师父虽然不舍得你们 但是师父心里很明白 我今天能够多给你们一分这种加持 可能你们以后到天上就很容易靠着这种力量 能够鼓励你们的力量 其实师父的眼神看着你们 我就能够给你们很多的加持 这种加持的力量说不定很多人 因为很多人当时想跟着菩萨到天上去 跟着观世音菩萨 或者当年佛陀有五百个弟子 那些弟子他们都是对佛陀特别的敬爱 所以他们就是很多弟子就是说一边修 一边就是想跟着佛陀一起在天上 拥有这种的愿力 他照样也可以上去 所以师父尽量给你们 让你们知道在人间 这个生离死别 实际上它都是一种 都是一种我们说对人间的考验 所以让大家多多的理解这些 让大家多多的感受到人生无常 这样的话你才会加尽苦修精进修行 你才会知道虽然法会很短 但是时间长的是我们的心 是我们的精进的愿力 所以这样的话会鼓励他们 师父实际上就是让他们知道 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没有长久的 你们爱师父也会到时候法会结束也会离开的 对不对 所以真正的要爱师父的话 跟着师父一起上天 以后一起上天 我们以后退休了没事了 大家好好修一起修 一起到时候走掉 对不对啊多好啊 对对 因为你总会要走 师父刚才您说 没事没事你说啊 师父就是刚才您说 不是佛陀的弟子 不是跟着佛陀有上天的那种愿吗 比如我们心灵法门同修 就是跟师父将来回天的这个愿 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很厉害 这个愿很厉害 这个愿力非常厉害 因为当现在已经据我自己知道有很多的弟子 他们一心一意跟着师父 所以你去看好了 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最后总有一句 跟师父一事修成啊 永不轮回啊 这句话也是很厉害 跟着师父要好好修 跟着师父一起永不轮回 实际上这些都是愿力啊 这种愿力你看他 你看他很频繁 但是他时间长了 他就变成一种动力了 那你明白吗 就是像一个妈妈一样 从小看见孩子生出来 这么小的时候 我一定要让他孩子成为一个科学家 从小就把他当科学家 不停的讲 不停的讲 讲到上面 长大了真的是个科学家 对对对 明白了 那师父我们可以发 我们说跟观世音佛教说 我们今生一定跟着师父 永断远回 一事修成 可以这样发吗 当然可以讲 很多人已经早就写文章了 平时讲话都是这么讲的 因为这句话其实就是个愿力 是人间的愿力 愿力 很好的 因为菩萨听到你这句话 也很开心啊 因为观世音菩萨 你们跟着你们的师父们 不就是上来了吗 上来不就到我边上了吗 观世音菩萨说 你们不就回到观世音菩萨身边了吗 他也开心 是吧 是吧 他也开心啊 是吧 是吧 谢谢大家